欢迎收看五期股市同学会 我是陈明君 各位同学上课了 不要意外现在真的到哪里都要戴口罩 我们在棚内工作 坚守岗位还是要戴上口罩 双美民众从上个礼拜周末开始 进入全新的生活模式了 从周末开始肺炎确诊人数激增 今天本土又新增333个案例 也持续拖累到台北股市今天的表现 台股五月以来崩了2300点了 该找跌升好股的买点吗 还是往防疫股来避风头呢 马上欢迎今天来同学会的三位来宾 第一位欢迎分析师王建文 王博豪 敏俊好 同学平安大家好 第二位欢迎分析师邓尚伟老师好 敏俊午安 全国同学大家午安 第三位欢迎分析师翁世俊 世俊好 明天午安 各位同学大家午安 台北股市今天呢 就如大家预期当中表现比较弱势 台北股市今天再破底咯 指数盘中呢一度跌破前低15165点 可是今天电子全值股呢 算是比较相对的抗跌啦 2454的连发科全涨都在平盘之上 台积电兼早盘呢 也有一度奋力的翻红 面对台北股市大幅震荡 政府再三强调说 经济基本面很好 部会会紧盯股汇 国安基金也表明会进场来护盘 指标股谁超跌了 谁有机会率先表态呢 王博会有详尽的解析 大盘今天一度破了前低 但是收盘又守住前低了 这是大盘确立底部的讯号吗 还是要继续往下呢 上位老师上个礼拜帮大家超前部署 点出有一档宅经济概念股技术面转强了 那你也想买防疫概念股来避险吗 不可以随便追哦 等等老师会帮你找出比较好的标的 外资期货空单终于跌破了两万口 但台股今天受到疫情干扰 人气族群持续的破底上下 不是融资的投资人 你需要在这个时间点杀低吗 已经伤得很重了 上个礼拜周末开始爆发 国内的抢货囤货潮 虽然政府说物资很充足 大家不要抢 但泡面 卫生纸 饮料卖得下下降 市军要告诉大家 从这个防疫的这个紧绷期开始 大家囤货之外 端午节也快到了 暑假也快到了 这食品股最近表现很强 可以短打还是长报呢 市军会从筹码面帮大家找出潜力股 关怀局锁定五七股市同学会 欢迎回来五七股市同学会 大盘今天如周末大家所预期的 因为周末两天新增确诊人数激增 今天又增加三百多例 大盘的今天不太可能会一个 比较强劲的反弹 可是我们要从大盘间的走势来找出迹象 我想先请教王波 我们政府今天早上又出了这个小小的传单 要告诉大家不要慌张 他说经济基本面还是很好 外销订单也满载 国内物资很充足 最重要的是部会会紧盯股会 海外股市今天开低之后 一度有往上拉 但没有想到这个时间点 传出来说双北紧急召开记者会 现在盘中大家一听到记者会 这是吓得半死 好几次记者会一开之后 指数就狂杀 今天也是一样的走势 说明天开始高中以下停课 指数一度攻到15719之后 就一路的往下 最低来到15159 跌破了上个礼拜三的低点 今天的震荡有五百六十点 收盘的时候跌了四百七十三点 收15353 守住了上个礼拜的低点 量缩了四千八百零一亿元 我想请教王波 我们从这个K线来看 上个礼拜你讲到说 台北股市可能短线底部没有这么快 但今天我想问 一度跌破了前低之后 守住了 这是一个好的现象 还是你认为不要太乐观 能够守住前低的话更好 我觉得上礼拜我跟明君在讲 明君是不是要直接上去了 连碰都不要碰更好 破底翻 很多上个礼拜都在讲这个 我说还早 还早 你看虽然说多方在这边有稍微振作住 结果怎么样 结果今天怎么又杀下来 大家都很怕这个 真的很可怕 你看早上这样长得好好的 拉得好好的 从低点这样拉上来 然后才刚要松一口气 那个记者会出来 记者会出来 然后就这样杀杀杀杀杀杀 然后然后大家就什么 大家就是那个所谓的多杀都要出来 不过有一个比较正面的现象 正面的现象是什么 这个量是越来越小 今天已经只剩下4800多亿了 量越来越小代表什么 代表其实很多人现在不大敢买 另外那个当冲的也不大敢做 因为他很怕什么 他很怕说 又做 突然又来个记者会 然后杀下去 所以比较麻烦 那没有错 现在很多的同学在王博的 那里面都问 520 520现在是要不要 你拜四520 这个能看吗 520 那我觉得 我觉得说 其实基本面很好 现在不用讨论这个 现在问题就是在信心的问题 心里面的问题 你就是多杀多 你就是心里面的 那心里面的因素 心里面的问题 你要去克服 应该说 你要去把它克服掉 那政策政府 就要有所作为 如果你心里面的 相关的持股脆弱的 那个信心不足 那政府如果没有在这边打针 那到时候怎么样 到时候可能 很多好的股票就一直跌 一直跌 然后大家到时候怎么样 大家到时候伤害更重 对 感觉现在心里面 大家比较脆弱 因为从融资减肥的幅度 就看得出来 这四天融资减了394亿元 代表很多做短线融资的人 真的都不太敢进场 但我请教王博 国家队都讲了 要来这国安基金会 适时的护盘来稳定军心 我今天盘面上 也许还看不到这样的现象 可是我想看 你就今天做两个简报 第一个是说 可能要观察 股市跌会不会跟着走弱 第二个是说 其实上个礼拜五 外资期货进空单 好久没看到两万口以下了 这么好的现象出来了 为什么台北股市 还是这么弱 那这些人气指标股 你觉得他们 各自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好的 其实我现在认为 现在台湾股票市场 是一个信心的问题 它是足底的阶段 足底的阶段 然后不稳定 所以会上冲下 那这个外资的期货空单下滑 简单的讲 因为快要结算了 简单的讲说穷扣莫追 如果穷扣莫追的话 当然其实短线上 短线上台湾股票市场 要再往下走 其实除非像今天 又开记者会打下来 其实基本上应该什么 应该会慢慢的回稳住 因为人家在这边会去观察 下个月开出来的合约是怎么样 在做决定 所以这边有点穷扣莫追的味道 但是问题是什么 问题就是说 好 从昨天 应该从礼拜六 礼拜天 其实大家心里面 大概都有一定程度的一个影响 都大概知道今天会怎么走 会开低 那其实我本来认为说 开低那个低点 应该会稍微收上去 结果开完记者会又杀下来 所以空方的因素 其实主要是心里面的冲击 因为疫情升温 我简单的讲 你去看日本也好 去看所谓的印度也好 印度超级严重 这波回檔大概百分之7 我们已经回檔百分之12 到百分之14了 对不对 那心里面的冲击之后 变成筹码的冲动 所以你变成什么 变成好 我们举一档 简单的股票 2603 2603的长龙 对 2603的长龙 2603的长龙 这样跌下来 好 那现在打跌停63块1 我把所有的报告看了一下 报告看了 你说第一季赚了7块 今年预估至少赚20块以上 那就今年来讲 你看这个本益比 太离谱了 三倍 三倍多 所以如果说真的 国安基金要进场 因为国安基金还没有开会 或者是他会讲说 我来无影去无踪 其实这种 很低本益比的公司 他会列入考量 所以现阶段动 现阶段动的包含像台积电联发科 今天联发科表现得很强势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2330的台积电 好 等一下我会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读台积电 好 那台积电其实这个518之后 就开始稳住了 然后量缩 所以我有跟同学们讲说 这里是一个足底的形态 足底的形态量缩是好 因为我那时候有提到说 你如果足底要直接上去 你上面就会遇到一些压力战 然后很多做短线的 做短线就让他的筹码更加的不稳定 但是如果足底的形态是量缩 接下来如果一根带量上去 他的底就更漂亮 对 2454的联发科 这是我们在上个礼拜特别特别提醒同学就说 来观察这些所谓龙头指标 你有没有发觉 一样下来之后 然后量缩 然后慢慢的 让那股价上来 我认为是比较正面 那另外包含像 包含像有一些龙头股 包含像 而且是之前回的比较深的龙头股 像环球晶今天表现就还算不错 对我们来看环球晶 6488 环球晶你看就慢慢上来 然后有同学问3714的副产 这次真的是跌到 跌跌跌 然后有同学问我就说 那你就等反弹吧 等反弹 今天上来之后 其实你还是要面临 前面起跌前 这真的只是反弹 对前面起跌前的一个所谓反押 那另外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在于这些 对啊 钢铁人跟航海王 这就是信心很弱 信心很弱 那就要怎么 就要想办法让他稳住 如果还是让这些股票这样弱势 我个人认为 我们刚才讲过2603的长龙 我们现在看2002的中纲 如果让这些个股还是这样弱的话 你那个所谓的 那个政府的强心针不进来的话 我个人认为说 好再好的股票跌下来的过程当中 变成什么 变成有一些投资人会想 是怎么长龙今年贪20块 一胸所有的报告都20块以上 他一直跌 那电子股其实有的股票虽然稳住了 可是他本益比可能还是比这些传产股高 他到时候操作他就会怎么样 他就会觉得有点什么 有点不好出手 所以我个人认为说 电子类股回稳 有他的条件在 但是这些基优的传产龙头 也是护国神山 他也要表态 如果说能够表态 我觉得会更好 王博的暗示 政府如果说要挽救 投赠的信心 这些基优的传产股 可能要先救一救 要有动作 好那我们看一下 就王博刚刚讲 国安基金已经讨论说 会准备来开会进场护盘 那我们看一下 到底国安基金护盘的 效力到底大不大 我们从就时间近了到远的 来跟大家好好的快速讲一下 这个是上一次国安基金护盘 是去年遇到新冠肺炎疫情的时候 这可以看是 可以看说是他们 进场护盘以来 绩效表现最好的一次 最成功的一次 对 点数拉了八千多点 然后期间是两百零七天 金额是花了七点五七亿元 非常的成功 金额很少 可是效益很大 在前一次是二零一五年 中国经济放缓 国安基金是 护盘了两百三十一天 可是看起来这个区间当中 股价并不太有 这个明显的表现 好再来是看到 两千零八年的金融海啸时间 当时国安基金是花了将近六百亿元来护盘 可是不敌大环境的拖累 指数还是一路的向下 欧债福邦的时候 国安基金也是花了 大概上百亿元护盘 再把时间拉远一点 两千年政党轮替的时候 大家加上遇到什么 核四庭建 网络泡沫 当年国安基金就护盘了两次 表现也不是太过的 凸显跟这个显著 三一九的枪击案 加上五二零就职 国安基金也护盘了十三天 这金额也不算多 看起来好像走去年那一波 国安基金出手的这个力道 是比较大家有感觉的 那这一次台北股 是在这么高档了 国安基金护盘你认为 有没有一点点 对市场指纹的效果呢 我个人觉得 其实国安基金的一个操作护盘 其实有时候是心理 它是心理 你看八五二三 那个时候的恐慌程度 我认为比现在还要恐慌 可是你会发现 它那个所谓的强心针 力量放下去之后 它只有花七八亿 很少 很少钱 然后股票市场就一直涨 然后那个时候 他讲了一段话 大家一定都记得 国安基金的操作 来无影去无中 来无影去无中 然后大家一听到说 国安基金要出手 其实关股 关股的一个买卖操 都是在国安基金之前 所以先看关股买卖操 大概可以秀得出来 国安基金会找买一些标 其实它已经有动作 它不是没有动作 它只是说 那你们就先去那个 然后国安基金真的要出场 真的要出手的时候 你会发觉说 接下来力道会增强 那当然有很多股票 包含像友达 包含像群创 最近跌很深 跌得很惨 然后华邦店 台积电望宏 那你可以发觉说 其实它为什么要下去 护这些股票 然后包含像所谓金融金控 金融金控本来就是他们 操作的一个重点 还有鸿海 联电 都是股民们很多的 对 因为我们上个礼拜 有提到说 如果疫情没有这么的剧烈 升温的速度那么快的话 其实在纳斯达克 它已经稳住了 纳斯达克稳住之后 台湾股票市场 先跌了2000点 那原则上 这些电子股就有机会 就有机会 然后我们看一下 2409的友达 好 我们上个礼拜有 关股近五日买 最多的一支 我们有把同学跟我说 其实这样急跌下来 这边有机会先指稳 回稳 反弹 那真的有一个小反弹 小反弹之后 今天怎么 今天要跌下来 今天要跌下来 那我个人认为 我个人认为说 当然在上面的时候 我们有提醒同学 这里不要买 因为那个法术会之前 我们说法术会之前 先涨 然后后来拉上去之后 我认为可能会回跌 那再加上中国 中国他有提到说 他可能要增产 其实那个量是还OK 但是后来有什么 有疏后合 调降那个所谓平 那你这样跌下来之后 我反而认为这边是什么 这边就像我上个礼拜讲 那个刚从家户病房 推出来 你就不要想说他直接上去 你可以慢慢接 慢慢接 为什么 因为在大跌他都敢买 这个在大跌他都敢买 那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一旦 一旦开始稳住之后 那投信也好 或者是有一些官股 他们再超 比较敢跌 对 比较敢跌 那我个人认为 这些小细节还是要注意 这些不是说股票一直买 一直跌 然后我就听到一些讲话说 那户不住 不是户不住 因为那个是短期股价的 一个表现 如果不户的话 如果不户 更惨 这个其实已经有动作在里面 好 那到底现在电子股 有没有一些超跌 尤其国安基金看到 户盘的标的 大多是比较大型的全资股 跟投资人比较关心的 一些个股股票 那这边想从台积电 来请教王博 今天台积电 王博在周末的时候 利用时间帮大家 做了一个小小的专题 到底台积电有没有超跌 我们过去的印象当中 台积电的ADR 通常股价都是领先 台股的现股 现在情况不一样 过去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如果说真的 ADR已经落后了 台北股市已经落后了ADR的话 那后续到底该怎么关注 好的 其实有一些外国人 外国人看好台积电 看好联电 他不见得会来台湾买 所以他会买ADR 那如果同学需要这份资料的话 因为我是礼拜六 礼拜天写 我今天会放在line里面 我今天放在line里面 那你有兴趣 你就把它看一看 好 那这个是所谓ADR的一个 价格的一个计算 很多同学们可能听人家在讲说 什么益价折价听不懂 那你这次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其实价格的 ADR价格的一个换算就是 ADR的股价 它有一个换股数 然后再乘以我们的汇率 如果上个礼拜 我统计的时候是1比27.958 那台积电的ADR是在112.46 然后他可以换5股 然后再乘以27点 我这边是应该是27.958 然后就是628.83 好台积电礼拜五的股价是557 然后ADR是12.46 股数是5 换算的价格是628.83 对不对 那代表什么ADR比 所谓的台积电的股价 它是溢价12.9% 那好 那我们常讲说我们看ADR 有时候看形态 有时候看溢价 好 我们来看台积电的ADR 它有没有破低 没有 没有破低 好我们看台积电 台积电这根下来的时候 台积电ADR并没有破低 但是它却破低 那个时候我认为说 这边已经超跌了 那超跌的理由 除了所谓形态 它这边过度反应之外 另外就是溢价 就是ADR的溢价 其实高于台积电 所以我认为如果说 ADR除非被台积电给带下来 目前看起来台积电已经稳住了 所以说它要慢慢现货往ADR靠楼 对 所以一个就是ADR 因为溢价要不要往下 然后不然就是现货往上 看起来以美股科技股稳 现在目前直稳的状况来看 ADR可能不知道 可能不太会往下摊的空间 因为现货已经稳住了 所以我个人认为 为什么我说其实从去年8523低点以来 其实先涨的就是台积电联发科 这些护国神山 所以这档股票你可以注意 另外包含像联电日月光红海 来我们看一下2303的联电 当初我们说联电的股价过高 但是ADR没有过高 那时候你就要特别注意说 ADR是不是能够补涨过高 是不是能够顺势冲高 如果没有的话那联电如果再下来 他可能怎么可能就回档 那时候我们有提到说这里不要追了 不要追之后回档 好那现在联电的现货破低 联电的ADR有没有破低 也是没有破低 没有破低 而且他现在ADR的价格是比现货高 对但是他的溢价程度比较少 比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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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同学如果有兴趣的话就会看看 好的确美国股市当中的科技股 王波点名了 就说已经开始回稳了 从台积电跟联电的ADR 没有破低的状况来看 台股的现货联电 还会怎么样的表现呢 如果说你对这个资料有兴趣的话 欢迎加入画面上的资料 跟王波好好地讨价一下 也请教您手中的股票 到底该怎么办 好台股现在大家可能就是避险的 风气比较旺盛 上周开始好多的防疫相关概念股 全部都涨了起来 但不是党党都可以追哦 等一下广告回来 邓少美老师要从筹码变 转强的防疫概念股呢 教大家操作的秘诀 休息一下锁定五七股市同学会 欢迎回来五七股市同学会哦 邓少美老师这两个礼 这两天还被股市投赠呢 真的是心惊胆跳 就担心说今天可能会面临一个 比较大幅度的休 那我觉得个人还好 我觉得今天的跌幅呢 没有大家想象中的这么的大 本来想说可能会至少 又是破千点的一个行情 但似乎呢 海培股市呢 并没有这么的弱 那我们看一下 其实呢 昨天呢 这个在这个新闻当中看到 好多的科技大厂 又有员工确诊 发现了鸿海呢 是印度员工确诊 现在呢 也祭出了十点的防疫 非常的严格 那另一方是台中的工程师确诊 目前已经隔离收治 核数呢 也是有一个员工 没有症状确诊 已经展开了隔离 好 这几档个股呢 其实最近表现呢 也受到大盘拖累呢 不是很理想 不过如果说长线投资人呢 可以从这个 比较破底的科技股来着手吗 因为这位大家很熟悉 就是过去的这个外资天王 科克兰资本的董事长 杨映超 他对鸿海呢 是非常的熟人 他是说 第一个大盘状况 他认为台湾接下来几天 扩大筛减 还有可能会有更多的病例出现 股市呢 就会震荡好多天 想问老师是不是这样的 同样的解读呢 第二个是说呢 鸿海的部分 他认为如果是放眼 两年的长级投资人 现在台积电 鸿海联发科 基本面很好 有信心你就放着 不动的投资人 大胆一点 现在可以逢第一买 老师你觉得呢 若是长线的投资人 这几个标的 现在蛮安全吗 我想这句话 我是蛮认同的 不管是台积电 鸿海联发科 我现在在上个礼拜 我说过大盘落底讯号 要看这三档 为什么 因为这三档叫做前三大 台积电市值的前三大 台积电鸿海联发科 那我当时是用这个 KD指标告诉各位 现在大盘 你看大盘目前在这里 今天有破这个低点 但是KD指标 还在这个地方 还没有交叉 所以他说 接下来几天 扩大筛检 这是一定的 那是不是会震荡很多天 是因为一定会有更多病例出来 上个礼拜五 我讲三到五天 三到五天 他在这个地方震荡 才有机会慢慢的走平 今天破这个低点也无所谓 无所谓 为什么收盘是有站上的 请你给他三天的时间 因为现在关键在信心 信心 这个疫情的信心 那你说台积电 鸿海联发科 尤其是鸿海 今天又破白了 他讲得很清楚 放延两年的长期投资人 那么观众朋友 同学们 请问 如果你是长期投资的 你现在逢低买都是安全 没有错 可是现在90%投资人 根本看不到明天 吓都吓死了 怎么会看两年 当然看这个两年 一定会赚钱 这是一个长期投资 所以在这边 也是要告诉同学们 不要用融资买进 因为最近融资还在断 所以我们来看下一张 我当时提到说 融资 今天这个有没有利手 第一个 你说有 虽然有破到15159 破6点 但是收盘是有的 你再看它三天 通常我们在测试一个底部 三天不破底 不再跌破 那就是有效的利手 第二个看融资的减肥幅度 这一波从17000到15165 这是我当时做 没有做到今天的低点 是2544 如果说加今天有跌破6点的话 就是2550 那无所谓 跌幅大概在这里 14.4% 45路的话 但是融资到上个礼拜 来到2300 2308 终于 我们当时一直预估从2700 据说荡到2300 最漂亮 来到2308了 减幅超过大盘跌幅了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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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们看下一张 先看下一张 先看一下融资的部分 我们来看当时 刹到8523的时候 是大盘跌30% 对 融资跌37% 超过了7% 所以等于融资的减肥幅度 还要再更大一点点 我相信今天就会看到 为什么 因为今天这个跌 一度跌500多点 融资应该是降的 今天融资应该是降的 所以当时出现这个讯号之后 开始大涨 从8523 一口气这样一直标 标到1万7 好那这一波 我们看到的是这样 跌14% 现在减幅是15.76% 对 有比它大了 有 所以已经这个讯号有了 好我们再回到第一张 好 也就是说 目前这个讯号有 融资的减幅 大于大盘的跌幅 这个低点 今天也算利手 虽然有假跌破 但是是利手的 好现在关键就在这里 就是这一堆大家手上 最好的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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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止跌回稳 目前看起来好像还没 目前看起来是没有 对 好那现在就分两种做法了 如果说你是空手的人 对 就像刚刚王伯讲的 如果国安基金要互盘 一定是找机油股 对 占全职的机油股 来逢低买进 那你空手的 是用现股买进的 你现在反而是一个机会 但是融资 我就不建议 为什么 因为在恐慌的融资多杀多 通常会杀过头 对 通常断融资就这样 对 你没有信心的杀掉了 反弹 行情总在平仓后 就是你砍仓那一天 他就反弹了 所以我们来看 一档一档来看 群创阳明中红 先看群创来 3481群创 好3481群创 这个我们有帮老师做这个 当时我在这边告诉各位说 KD交叉往下了 股价创新高 KD背离 结果他就一直跌 一直跌一直跌 我当时在讲说 这种股票跌下来 这根涨停 我说也不要追 我相信有很多人 很讨厌我 为什么 因为这么好的股票 为什么不要追 我说你不要预设立场 因为MACD 柱状底 现在还在加温 可是这个地方 开始在低档动画了 已经开始在低档 开始在慢慢动画 所以一样的 大家观察三天左右 三天再不破底 我相信他就会勾上来 所以空手的人在这边 可以开始注意 买的时候 就是击杀的时候买 为什么 一旦有击杀代表什么 又有融资被扫掉 不然他基本上好 你看第一季就算这样 很好 一到四月也这样 也说今年 今年他的EPS一定不错 今年他的本益比 这边已经很低了 我们再看下一档更低了 下一档扬名 你看天哪 赚7.49 赚7.49 所以上一拜说 货柜三雄当中 只剩阳明没有警讯出现 现在也都出现了 也都出现了 所以你看 这个地方它是第二天了 所以最强的股票 我刚才讲 最强的股票要先止跌 基本面这么好 他称霸了货柜三雄 所以你发觉到 我们盘中在印度的时候 他就是早盘在拉升的时候 一度到平盘 可是到最后又杀得停了 这就是告诉各位 他还没有指纹 但是我说过 如果你是买融资的 我都是建议你反弹先减码 虽然它基本面很好 除非你买现股 而且你有一种长期抗战的心态 你可以忍他 让他 对 你可以忍他 让他没有关系 因为他台报真的太好 基本上他如果回到这附近 应该算很便宜了 但是要时间 你必须要有个认知 不是马上涨的标的 那我们再看下一档 好 下一档 因为每一档我们都举一档 钢铁股的中红 第一季赚1.18 好到不行 四月份也赚0.4 所以一到四月加起 已经赚1.58了 很好 是吧 但是你发觉到 我印度的时候 他也是有反弹 可是到最后又是跌停 为什么 其实指标都告诉你 我还没跌够 第一个指标还没有 还没有走 老师说这种盘中反弹的 可是他的技术面 指标还没有转强 还没有 只要盘中出大事 他就会先被调削 对 所以 看起来好像是这样 为什么我们刚才 在字卡提到说 最强的股票 如果能够先止跌 对 那就OK了 现在我们看到台积电 鸿海 联发科 其实这三大指标股 都没有破 5月12号那天 一千多点的大政府的 低点没有破 没有破 但是现在 难的是什么 最好的股票还没止跌 对 不管是钢铁航运 或者是面板 都很好 季报也出来了 4月营收也很好 所以现在最大的问题在 最好的股票还没止跌 那他在干嘛 我的想法是在杀融资 就是在杀融资 那如果针对空手的人 其实你忍个几天 再忍一下 有急杀的时候 那一天一定是融资又被赶出来 对 低节 但是以限股来操作 就会好一点 就会比较好一点 对 好 那再来一位老师就是说 其实最近其实上礼拜开始 老师先帮他关注一些防疫跟生技概念股 从宅经济开始出发 可是老师想问一下 就是说大家都知道疫情总会过去 对不对 那宅经济的话 到底是要看基本面来操作 还是说现在有一些技术面转强的 跟着技术面做 还是可以享受到报酬 其实要以技术面为主 基本面为辅 当然我们现在看到很多防疫概念股 很多股票是涨停满 对 但是你一看他的技报是赔钱的 对不好 那种情况我是不会推荐 所以我这边会写你看 像口罩 我们叫口罩 他第一季赚1.84 对 那这也是回了很深的股票 回了很深 股价是不是在这边都有打底 对 你会发觉底是越来越高 你反观大盘是ABC在下杀 对不对 那是足底 然后你看指标往上 柱状率一直在增加 所以你看如果说以1325的恒大 你去看他的线形是蛮漂亮 就是这个地方大景线的位置也刚过 所以有基本面的股票 拉回来找买点 我说过拉回来有拉回 不要追高 拉回找买点 不要追高 就像我们上个礼拜讲的 网家还记得吗 网家我记得 最刺激不就是上个礼拜五吗 上个礼拜不是杀到962那一天 我还用那个K线盘中做出来 说那个地方是一个好的加码点 当天可以创造11.7% 后来拉到一百零几块 结果今天又涨停 那你想如果上个礼拜五 那个点你买了11.7% 再加今天涨停板20%了 20%了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讯号 我说过指标往上 柱状底一直加温一直加温 但是基本面也要有 各位基本面也要有 第一季赚1.17 它是单季的新高 他这指标往上 他现在已经到了80 快了对不对 角度很短 角度很陡 是 那我告诉各位来 我们来看一下 网加的周线 好我们看周线 因为我感现会看 怎么那么快 你看完日线看一下周线 也把它砍KD 还记得上个礼拜 我提到说周线 你看到这个 是刚才量是最大量 对不对 周量最大量 这个呢 这个是50以上的交叉往上 这还是很强的 但是这个是周 所以在上个礼拜 我用量价关系补充说 底部最大量 攻击量 所以这个礼拜一定有高度 虽然今天大盘是重挫 可是他一样走他的技术面 给你看 那我们再来看 比较低价的 对一样是宅配相关的 第一季也赚0.64 这是非常不错的 那今年会有双位数的成长 这大概是最近这个纸箱宅配 那各位看一下 我一直在提到说 除了交叉往上 这个DIF一直在加温 代表什么 买盘是在一直增加的 那我们再看下一档 好下一档 这一档是生技概念股 4746的台奥 你看这个 获利多好 我会赚 第一季赚9084 所以这个告诉各位一件事情 有很好的财报的有钢铁股 面板股航运股 但是生技股里面 也有财报很好的 第一季也赚那么多 最主要是他的形态告诉你 我正在走多 这里也是刚开始 所以我刚才提到一个重点 就是说好的股票要先止跌 但是你从技术的形态 你会看得很清楚 有的现在还在等 等他已跌止跌 融资杀不下去了止跌了 融资减少了止跌了 最好今天大凡是重挫 那个融资是大减 最好是大减 那止跌讯号会出现 最好的股票止跌 但是强的股票又有基本面 这是你短线操作的标的 就往这边跑 对 就沿着五日线 设好停利停损就可以了 好 邓上卫老师 其实上礼拜就已经先超前部署 他是从技术面 帮大家 那时候大家还没囤货之前 就已经先抓到网家 这个州可以出大量 有这个礼拜去创高的一个条件 管今天供到了涨停板 那生计防疫股概念 台要部分一样是 KD指标向上 MACD往上来翻诊 如果说后面几天 有拉回的时候 也是一个不错的买点 如果说你对操作 生计防疫概念股 有一些兴趣的话 欢迎参考画面上的资料 跟邓上卫老师 好好地讨教一下 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锁定 五七股市同学会 欢迎回来 五七股市同学会 这阶段要跟四俊来好好聊一聊 先从大盘开始聊 今天四俊 你每次上场前都会告诉大家 这个礼拜的操盘策略 你上周提醒大家说 这个利空要测试前波 低点15 165点 只要不要跌破的话 可能台北股市还大有可为 不过今天盘中是有跌破了 15 165点 尾盘是稍微收缴 可是大家还是很担心 这个会不会回测到 一万五千点 我说大盘的部分 几率蛮高的 其实整个五月份 看起来是蛮偏空的 其实虽然大家不喜欢听到说 股票会跌 那其实大家最近 我觉得压力蛮大 因为手上持股太多 而且每天的亏损的 金额在扩大 因为最近大家问的问题 就是说这股票要不要砍 要不要卖 那我的建议是说 如果说你股票太多 让自己造成压力 你就适当的做减码 适当的做减码 让自己轻松一点 如果不是融资的人 你适当的做减码 因为你可以说 你持股十成 你就砍一半 你就有五成 十成 有些十成 我们建议都是三到五成 因为整个五月份本来 历史统计数据 那我要先砍哪一半呢 那就是你融资 比率太高的 就是先砍 好 然后我们借镜 我们之前跟大家讲 因为上礼拜是出现了一个 史上最大跌点 所以我们要借镜 前两次 出现这么大跌的时候 后面它怎么走 那用到这一次 其实我觉得 蛮贴切的 因为上次是 上一次2020年的 三月 2020年的一月底 就是去年的开红盘的那一天 对 然后再上一次 是2018年的十月 那次是美股重挫 那我们跟大家提到说 前两次有一个情况很像 就是跌完 这根长黑可以跌完之后 它隔一两天会先反弹 然后再破底 对 这次完全一样 对不对 真的在破底 完全一样 所以这个心态 人的心态是可以从技术面 去做复制的 那破底之后 它要整理很长一段时间 我统计过 大概都是三到六个月左右 才会再去往上攻 但最后都会创新高 对 但这次我不敢说 只是说 就是说整理时间会拉长 所以这边的话 你就是说 你手上基本面好的股票 当然你说你是现股 你就不用急在这边杀低 如果你报的是台积电 对 或阳明 对 就是比较被错杀的股票 当然就可以先买着 先摆着 那今天是有点恐慌下杀测试 这个支撑了 就是这个记者会嘛 对 早上本来有机会是开地走高 早上看反正好像开很低 也没有开很低 就往上 就往上拉 好像要翻红 然后又开个记者会 然后国小停课 国中停课 这以前我好像记得 几乎没有发生过 所以是其实有点恐慌到极致 那就看一下这一两天 因为今天 已经把上礼拜五的低点给破了 我们讲到说两根十字 如果说 不是变盘向上就向下 如果说上礼拜五的高点突破 当然有机会变盘向上 那上礼拜五的低点跌破 那就是可能就是走一个 继续延续往下跌的趋势 对 那我们就只能等待这个盘 既然 如果我们的预测先破底 那就看看有没有在那边阻底 那你现在台北股市如果说 主抵之后向上翻的一个指纹条件 你还是看这一天的高点 一六六 对啊 这高点突破才会指纹 你现在去分析基本面 技术面 重码面 好像都没有用 对 因为我们说这些 不敌人性的恐慌面 对 现在只 对 只要分析心里面就好 就是看这个 疫情有没有在升温 上周视君提醒 大家有三个止跌讯号 美股有指纹 有 有没有指纹 有啊 美股最近很强啊 稳啊 连续两天大涨 那今天就可能要小心一点了 融资大降也有嘛 你看四天降了四百亿 可惜啦 条件都符合啊 就是这个心里面 疫情不在升温 完全没有达成 对 很阴险啊 礼拜六日才跟你 确诊人数这样暴增 那也没办法 这今天你能预期的 今天一定会中错 所以受害的话 像观光百货餐饮 百货公司完全没有人 对 像受惠的话生计嘛 对啊 今天盘中的时候 其实游戏股也是 哇 党党就公道的亮灯 涨停板的价位 你看五四七八的自冠 我们看一下 大家想说现在 国高中生要在家里 不认上课嘛 那就是游戏股就会转墙 自冠啊 三零八三的网龙啊 这个今天才转墙 对 今天才转墙 三零八三网龙我们看一下 三零八三网龙 好 那我们这个副控呢 有传出来最新消息 问世耀士君 兼外资的 那个买卖超金额出来 是大买三百多亿元 大买三百多亿元 哇 这个倒是蛮特别的 所以你怎么解读 因为第一个是外资 今天大买 加上空单已经跌到了 两万口以下 明天呢 我觉得空 你现在不能看到空单 有没有跌破几万口 因为这个礼拜三要结算 对 所以他就是空单 获利陆续恢复 你就要看礼拜三过后 新开仓的数字 那今天如果说 开盘 我觉得是 融资在那边 大降大卖 因为我其实在六日 就已经收到新闻 就是收到消息说 老师要不要把股票全部砍光 就是在开盘的时候 股票砍光 然后等拉回再买 所以说造成说 今天的融资卖压 我觉得一定非常重 因为很多人的心态 可能跟你问你的会员一样 对 就觉得说要开盘 今天先卖光 对 然后等拉回之后再买 可是卖光之后 搞不好 这一两天做反弹 也有可能 所以有可能外资也在 抢一个抢短的反弹 我觉得你把它先视为 跌升反弹 先不要认为说 这行情就要马上回升 好 其实上周四军也教大家好多 这台股现在 集叠下来之后 避险的方法 包含了就是 买台湾50反异 或做期货的避险 那你也点出了一个部分 是这个食品股的部分 如果说第一个 你对大盘 你现在手中的股票 到底是该卖 该卖该流 有任何问题的话 欢迎参考画面上的资料 跟四军好好地来请教一下 那我想问一下四军 你今天特别做一个专题 是有关于食品股的部分 食品股当然了 这两天我不知道你有没有 去那个卖场抢东西 真的是泡面 饮料 米 油 全部都被抢光 那食品股最近可能 大家认为说 是一个比较短线的行情 但是不要忘了 六月份有这个端午节 天气越来越热 有中元节 普渡还有暑假 食品股现阶段 到底可不可以做一个短打 还是说可以报大概两三个月 我觉得做短打 因为统计来看 就是在最近五年 最近五年第二季的话 食品股其实它涨幅 差不多都有两个percent 第二季 我们以第二季来看 那现在是五月多到六月 近五年五月份食品股 就是整个五月份 它食品股上涨几率是百分之百 真的 但今年它目前还没 因为五月份都跌 而且涨幅都不错 百分之五 食品股几乎是整个传产类股 唯一没有大涨的 对 从你从指标股 一二一六的统一 改看就知道 它几乎都没有涨 几乎都没有涨 你说其他的传产股 怎么还躺在那 对其他的传产股像航运水泥钢铁都涨了 都涨一大波 但食品股反而没有涨 那现在大家会把它归类为是防疫概念受惠骨 对 去年那一波大概在三四月 大家也是疯狂的抢食品股 那时候也是新冠肺炎 刚爆发的时候 那时候食品股也蛮强的 那现在就是走一个 民众疯狂抢购物资的概念股 你其实看它 其实今天都表现相当的不错 那为什么说第二季 它是食品股的旺季 之前清明节刚过了 之后还有什么 还有端午节 还有中元节 拜拜 还有中秋节 还有暑假很热喝饮料 对 暑假很热喝饮料 所以这些概念股 我们今天都可以来一一扫描一下 好 最近帮大家整理了几个 比较筹码面 然后跟基本面 还不错的食品股 来一一帮大家来看一下 现在的这个位阶到底如何 对 我觉得食品股 你不一定说你短线 要赶快切进去墙 你可以来观察一下 先观察一下 因为这些都是刚起涨而已 假如说它转弱 当然这些其他的电子股 穿山股就有机会转强 对 你不一定说你要去切入它 你可以做它做观察 对 对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这些食品股 很多档 但我们列出几档 比较有量 有价 然后有基本面的 让大家去做观察 第一档就是统一 你看我们列出这六档 就是基本面比较好 DG EPS 0.95 这是统一 年增率百分之二十一 大统一 年增率百分之八十三 其实都有差不多 三成以上的年增率 稍微观察一下 然后统一的话 量饭店 好像它有转投资 像统一中控 统一实业 统一超 那这些都有机会 去挹注它的获利 大统一主要是做 油脂产品 然后泰山食品 饲料 莲花石最近也蛮红的 休闲临时大厂 我们一档一档来 稍微看一下 那最近比较转强 像一二零一的卫权 卫权 对 我们一档一档来看 虽然说法人琢磨不多 但是表现其实都相当不错 我们先看第一档 是一二二九的莲花食品 一二二九的莲花食品 对 那它最近百分之五十几大概都做一些餐厅里面的便当 还有一些统一超商的便当 它跟统一超商合作比较多 像一些玉便当 那还有一些像原本山 可乐果万岁牌 大家都会常吃 所以最近大家都会疯狂去抢这些 第一季EPS是1.02 其实它的第一季EPS 不管是营收获利 都是同期新高 我们看一下一二三一 一二三一 对 莲华食品 一二二九是莲华 今天是涨停板 等于说是整理的 而且爆大量 对 爆大量涨停板 那我觉得就是一些 你去卖一些电子 卖一些传产事情 这些来避险的 做一些避险的动作 然后可能去抢一个短线涨停 也不一定说马上去抢 比如说它均线纠结了这么久 整理平台整理了这么久 今天一根表态 刚才市军人知道说 这五天法人是买超九百六十一张 九百六十一张 对 等它做拉回 再做一个布局 拉回再布局 我们再看一下第二档的是 一二一七的爱之味 中原普度 它其实上礼拜就已经转强了 对 上礼拜有一点转强 可是今天的话是 今天也是涨停板 非常的强 那其实爱之味就是做一些 传统的食品 像罐头 饮料 像爱之味菜心 分解茶 爱之味牛奶 爱之味花生 你好熟 很熟 你爱之味粉丝 我蛮喜欢吃爱之味 像我这两天去全联 去嘉乐福都好像跟打仗一样 这些东西可能都抢不到 它是今天低档囤货概念股的 低档涨停的 所以它最便宜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的 我们切一下分时就知道 我们看一下一二一七的分时走势图 今天是低档涨停的 所以可能短线它会最强 我们再切维续技术面对 其他的好像今天都没有 可能到收盘的时候才涨停 或是盘中可能被打下来 只有这一档是今天涨停 所以我们之后的食品相关概念股 可以先关注这一档 如果它先转弱 可能大家就要稍微降温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一二一八的泰山 主要是做油脂 那你现在都在家里 你可能炒菜都要用一些沙拉油 这些会越卖越好 我们再看一下它有一些像 仙草蜜 八宝洲 泰山 冰镇 红柴 人系商品 人系商品 那这些表现都相当不错 我觉得最近都会卖得非常的好 你可能说今天买不到 然后你过去 等个差不多一个礼拜 你还会再去补货 对 因为他们现在是工厂都在加班 你现在都在家里 小孩子也要在家里 对 有现在也停课了 所以你可能陆续都会去补货 这些股票短线都会比较维持强势 再看一下一二一二统一 好统一 我们刚刚讲到它是一个比较大的企业 它的转投资相当多 股价表现比较 一二一六 对 一二一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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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等一下我们小编 一二一六的同一 那同时它还有打造物流园区 所以还是可以值得关注 好 EPS跟营收获利呢 都是创价 一样都是同期新高 但它今天股价就比较弱一点 对 今天比较弱 早上是有满强的 然后后来被打下来 那我比较请你去关注 它的比较中长线 我们去切一下它的技术面 然后把它打到 我们看一下它的K线 先打到它的月线 好 看统一的月线 对 因为现在日线的话 你就觉得说好像 其实它今天有创新高 对 我们看它月线 它才刚过去年新冠肺炎的高点而已 去年三月的高点 它才刚过而已 所以它的基本上它的位阶是非常非常的低 刚刚转强而已 你就说你要布局一个中长线 我觉得一二一六的统一到这可以做一个 统一也是这五天法人大概买了一千七百七十二张 然后第一季 EPS零点九五块 年增率有两成 对 好 那这些股票我觉得你就是观察 因为现在你就觉得说你去买电子股 你去买传餐股都很可怕 都杀得很凶 对 那我们再解决一下各位观众的问题 那我们先看一下二六零九的 对 我想问 因为最近都讲说 阳明 万海跟长榮都是从高点跌了百分之三二几 每天都说融资多杀作 可是如果说我是用现股买的人 我要跟着去杀吗 我觉得现股买的不用杀 真的喔 对 你看一下阳明它第一季赚了七块四 对 七点四九 长榮的话是七块 然后赚最少的阳明六块 赚最少的是万海 他赚的是六块六 我们现在看一下二六一五的万海 好 看看二六一五的万海 这个是六十六块 好 赚最少的今天反而是收红K 对 他也没有跌停 对 然后是收在七十八块 所以我觉得是筹码面的问题 基本面没有问题 对 对 基本面没有问题 筹码面 那我们上礼拜特别去分析了一下投信 对 投信它在上礼拜 有没有转买传三股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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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就要等 万一这投信跟外资 他不再去杀长榮 不再去杀阳明 我觉得就有机会质问了 而且你就今天来看 我们刚刚已经分析过 对 万海他还赚六块六 他是三雄赚最少的 对 可是他的股价是最高的 对 而且他今天没有为什么跌 他今天没有跌停 没有跌停 对 他没有跌停 所以照这样来看 那你说你大额资金交易了 对 我觉得他的筹码比较安定 这就是出来筹码没有问题 跟新军面的问题嘛 对 所以说隔一两天 假如说筹码稍微稳定了 大家上面强短的杀出来了 我觉得就有机会了